习政院促转会任务经过一年延展 又将于今年5月30号到期 和16号民间团体举办转型正义研讨会 出席的政治受难者及其家属 大多对促转会已肯定 也希望在剩下期限中 促转会能加速推动公布历史档案 及移除威权象征 没法做到的就是真相没法理清 赔偿问题到现在都还没有着落 而国民党列委蒋万安日前提案 要返还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 被没收的财产 出展会近期也公告相关草案 提高赔偿基础标准 若因国家不法行为致死刑 疾币 行求致死等受难者 将赔偿新台币1000万元 初步估计国家赔偿金额 将达230亿元 规划部分将以收归国有的 不当党产支付 但引起国民党党主席江启臣批评 转型正义把国民党党产 当政治提款机 只是政党间的清算斗争 对此初转会主委杨翠表示 以不当党产为裁员非常合理 不当党产如果拿到之后 设置特种基金 特种基金里面有很大一部分 就是要做转型正义的工作 我想所以这些不当党产 如果收归国家之后 用在转型正义的工作上面 其中包含对于政治受难者的赔偿 我想是非常合理的 杨翠也表示 初转会对移除威权象征 中正纪念堂部分 持续和文化不协商 地方和行政机关部分 已移除360个 也跟档案局合作 加速政治档案的征集 解密甚至扩大经查 于是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